這題他說三角形ABC是直角三角形 角C是直角 D是AB上的一頂 CD是等於6 AC是9 BC是8 他問說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比 還有他們有內切顏 內切顏的半徑是一樣的 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比是多少 首先我們看 我們假設BD ACD 假設這個 這個AD叫做X BD叫做Y 我們假設這個三角形 ACD 是等於多少 比上那個VCD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那個 這個面積是等於三邊的長 加起來 乘以R 因為這個三角形可以割成三個小三角形 它的那個高的話都是R 所以這個等到 這個是等於那個 二分之一 這三個小三角形的面積 這三個小三角形的面積 就是X R 加上6R 加上9R R 比上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也是一樣 就是二分之一 這是多少 YR 加上6R 加上8R 8R 8R 這個也會等於多少 我叫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比這個當底 它們有相同的高 也會等於多少 也會等於 這是二分之一 這是底 乘以高 高叫H 好了 比上這個三角形面積 二分之一 底 底是Y 乘以高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X比Y 給找出來 H可以消掉 R可以消掉 二分之一可以消掉 所以就得到 這個 比上三角形幣 Cp 等於多少 這等於上面這個是 上面這個是等於那個 15 加上X 下面這個是等於14 加上Y 也會等於多少 這二分之一消掉 X比Y 會等於多少 我們用合分比 合分比的話就是說 會等於這個 減這個 比上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是15 比上這個減這個 是14 所以答案是15比14 他問什麼 他問說 他的比值 比值的話 是等於14分之15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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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